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做到这件事 一起来听 命运这一块 关于每一个人一生当中 是不是活得明白 生命是不是很通透 一个人活在天地间 面对万事万物 是不是很坦然 是不是处于迷茫之中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 了解命运是非常重要的 有很多人用尽了心思去奇思妙想 最后对生命来说 是起不到好的作用的 所以说 一个人在自我上进 升华 奋斗的路上 首先要了解命运 了解命运 并不一定要非常专业 才能知道命运走向 人生是一场修行 也必须修行 不修行 命中的福禄 就有一定的数 修行包括的范围很广 我们一般的理解 修行就是积德行善 又或者是修养自己的身心 韬光养晦 提升自己的德行 谁都不希望自己的一生 碌碌无为 但如果不懂得修复 命运的结果 就如古圣先贤所言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现在人岂止是不懂修复 造作恶业 折服的也很多 导致本该自己得到的福禄 也都折损了 人的福禄是有数的 一则因果故事告诉你 命运的走向靠福禄 故事由纪晓兰记录 里面讲到了很多古代官职 大概有个了解就行 我们主要是了解 一个人命运的走向 在对照自己的人生走向 你定会心有所悟 人的福禄决定命运 董文克 清朝 富阳县人 在担任少司空时 曾对我说过一件事 还没有围观时 住在老家 村里有位老者 在邻居家做客 听到我读书的声音 便对邻居说 听着声音 此人以后必定发达 我想看看本人 我去到邻居家 老者看我面相 又问了身尘八字 静坐沉思了好久才说话 老者讲 以后你某年任知县 某年管辖大县 某年任命大县县令 某年签生知府 某年生不正史 某年生寻府 你好自为之 我说的话不会错 从那以后 董文克再也没见过老者 董文克也觉得 老者说的没有一个正确的 但是要仔细比对 董文克一生的历程 确实与老者所说的一模一样 老者说他会做支县 董文克确实做了七品官 说他管辖大县 相当竖籍式 说他做支府 就好比汉林苑学士 说他做巡府 他官居公布侍郎 这些官爵品级相当 只是名字不同 你说灵吧 于事是不合 说不灵 又大体与事实相符 通过以上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 人的福禄确实有数 但是会以何种方式到来 还是和时节因缘有关 所以说 按一个人的八字干支 推算其命数 有时奇艳 有时完全不艳 有时各占一半 原因有环境因素 也有自己行善作恶的因素 下面这个故事 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福禄有数 一位乡生 他家有位奴仆 乡生的大院和奴仆家 只有一墙之隔 奇妙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乡生的一位小妾怀孕了 奴仆的夫人也怀孕了 这两个婴儿同时鼓鼓坠地 都是男孩 时辰可以说是分秒不差 不过那乡生的儿子 二十一岁就夭折了 奴仆家的孩子 后来娶妻生子 都没有在额 这个因果故事就告诉我们 命运的走向靠福禄 福禄有数 两个婴儿同时鼓鼓坠地 要是按身尘八字来讲 福禄肯定是一样的 所不同的是 乡生是富贵之家 孩子娇生惯养 娇奢盈益 二十一年就把一生的路数耗损了 奴仆的家庭 粗茶淡饭 一般像这种家庭 都是淳朴厚道 既不浪费又能吸福 自然能留住福禄 留住福禄的最好方法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是福报的划线 福报可以划线为三种 第一 色身的健康 色身健康与否 或者法相庄严与否 或者是否有智慧 都是由福报决定的 不是吃出来的 第二个 吃的 用的 住的 享受的车子 房子 以及外在的条件 这个也是由福报决定的 福报大 就住在好的地方 空气好 水源好 地理环境也好 这些可以说 用金钱可以得到 但金钱来自福报 并没有无缘无故就发财 发财都是有因缘的 第三个 他人的尊重 以及子孙后代 是否繁荣昌盛 这也是由福报决定的 不是靠着拉拢关系 阿谀奉承就能够得到他人的尊重 也是福报 打个比方 福报容量代表一个水桶 三个大盆子 福报大的人 水桶的水是满的 那倒满三个盆子 水都是满的 但人的福报一般都有欠缺 三个盆子一般很难满 总有欠缺 好比说山里的农民 色身健康 也无病无脑 但衣食住行条件上就差一些 那城市里的人 衣食住行什么都方便 甚至自己有好多钱 买了车子房子 为了赚钱 身体就很累 多病 也就是他把福报 都放在车子房子 这些物质上了 大德都提倡 要珍惜福报 吃饭或者住宿 或者用的穿的 都很节俭呢 这就是因为福报 来得不容易 要消耗福报 实在太容易了 他们都很省 就是把福报省下来 用在利益众生的事情上 比如建四 造塔 应经 放生 救济穷人 他们把福报 不给自己享受 都分给了大家 那他得到了什么 他人的尊重 以及子孙的昌盛 出家人 弟子佛门 龙相辈出 好比近代的虚云和尚 弟子满天下 在家人 子孙昌盛 好比宋代的范中烟 还有古代的孔子 他们的子孙 也是很昌盛 地藏经讲 回向给法界 或者回向给自己 就好比说 你把福报 不失给别人 一样的道理 把福报 不失给别人 不仅不会让福报减少 相反 让福报增加 祖师大德 法相庄严 佛子佛孙满堂 这就是他们把福报 都留给了后人 相同的道理 一个人为了众生 做事情时 众生就会记住他 这个是回向的心 再比如说 你一辈子辛辛苦苦 就为了买一辆车 那你福报的能量 只能化成一辆车 如果为了利益众生 福报的能量 就给了众生 好比修道人 他为多少众生做事 就有多少人记得他 他的福报能量 是转化得更大 他的追随者和后来者 就越来越多 这个世界是不圆满的 有的人事业很顺利 求子却很困难 这时应该把福报 往求子移 也就是赚的钱 都拿来布施给穷人 或者供养给三宝 见观音像 回向求到孩子 或者事业很顺利 身体却不健康 应该把钱多放生 多救济病人 照顾病人 也是把福报 从事业移到关爱生命上 祖师大德都强调 不要贪图享受 是有道理的 辛辛苦苦地 培养来了福报 就拿来花天酒地 或者享受武裕 这是很可惜的 福报享受完了 就会减受 应该拿来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 这样福路都能留得住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 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